第二轮你会有压力吗 你看一下我第二轮的状态 来导演倒回去看一下我第二轮的状态 来 大概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你说我紧张吗 好的 我们还是首先听听主考和队长 你们的感受 首先 我这边我自己稍微觉得有一点可惜 是在ending 部分 可能大家当时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一开始都在抢一个公文包 但最后那个公文包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我们二楼的那个角角处 我激 包 哎呀这个没 没表现好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 首先是我们作品上的一个 可惜的一点 那对于整齐度 我觉得特别的好 比彩排好很多 然后就是一星哥这边呢 我觉得倒计的运用非常的好 还有整体的故事 虽然我没有看过那个剧 但是我觉得整个故事线 是含在内在的 对最后的那个ending 玩火很酷 一星队长 两边表演都非常好 一博这边的非常炸 也非常帅 我这边的也非常有意义 那按照小鸡喜欢说的那句话叫 Don't say so much Don't say so much 好 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队长的看法 对两队都真的很棒 一队在讲述欲望的火 然后也把一些很厉害的招数都展示出来 然后一星队就是好像一直以来对你们队的队员的感觉 就是他们追求的难度已经特别高 他会出一个难题给自己 然后看看能不能在每次作品里面突破 我觉得每一次看小小的作品都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 谢谢韩翔队长 佳尔队长 一星哥这边呢 更多那种小的很细节的那种小动作处理的都非常好 然后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画面跟大动作 大片的一个感觉 我两边都很喜欢 一边是大片一边是悬疑片 那我们先听听大片这边吧好吧 黑帮电影的感觉啊 几位穿着我也看得出来 刚刚参加完朋友的婚礼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 我觉得 还是让杨超越先来吧 我要说一下为什么他叫杨超越 因为他每一轮都在突破自己 去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一些招啊 包括我们今天是用桌子 他在桌子上面去做一些招 比在平时会难度高很多 所以他每轮都在超越自己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掌声 下面就让杨超越给大家讲两句吧 他们就是经常我们这个团队 他们经常给我戴高帽子 每天告诉我我有什么西兰单挑我 华人之光杨超越你可以的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做到 又是必须要做到 真的是每天就是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然后所以说来到这就是街舞这个舞台上 就是不能白来 不能跟大家就是丢脸嘛 好 谢谢超越 来 BB 我作为一个popper 其实一开始我要学那一段kwamp的时候 真的有点难get到那个一瞬间怎么样去做 但是以前我跟萌萌或者洪扬可能会说 哎 要不改一改 但是这一次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一直盯着练练练练 进步了 进步了 谢谢谢谢 在这我想说一个那个BB啊 你往前走两步 你往前走两步对 我觉得都知道我们节目有明星脸哈 我觉得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明星脸 谢天华大哥啊 对 拉平哥有点像啊 对 尤其他今天这个装扮加这个西服 是 我想好久 啊 聊完了电影 我们来聊聊这一边剧情片 呃这个题材呢 就是因为最近我们有都有看的一个剧 对叫隐秘的角落 我们想用这个剧里面的人性题材的这种载体 用舞蹈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好奇的东西 如果这个幕后人他装作和 这些人齐心的想要逃出唯一的出口 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这个东西又很难 我们需要把剧情有台词的东西 变成用身体用音乐的配合 和我们之间的表演来完成 就像周杰良老师说 我每次给自己出一个难题 但是我们觉得 这才是有意义的 有有趣的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作品 能够在三天一个月或者多久 大家还有余味 就是这种感觉 值得反复品味 对对对对对 盖盖盖盖盖 盖盖怎么一直在掉眼泪 是还没有出来还是想到了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组的作品 其实都是走故事线的 第一个五输了嘛 他们压力也很大吧 没事很好很好 反正我觉得胜败哪 兵家常事吧 有赢有输也挺正常 只不过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气凉 小气凉为什么 因为 他们也不怎么说话 我也不怎么会说话 也说不明白 对吧 也不知道该帮他们 怎么去拉这个票 也不知道怎么说 可能我 包括我的团队 核心武器 都不是在说 都是做 就是你看 但是 他们做的我都喜欢 只要是他们选择 说点开心的 对 说点开心的 哈哈 你请大家喝茶了没有 大家不每天喝茶吗 就前两天排练有点没喝着 三天没喝上 因为没时间真没时间 然后每天基本上都喝 他们是属于这种就渴了 陈老师我来个茶 然后喝这一杯茶可能过了三四个小时以后 然后再喝第二杯 我是跟他一直喝 啊 对 一直喝 但是肖师傅也很爱喝茶 一直在跟我品茶 对 每天都有都有喝茶 对 然后就大家慢慢品 就喝茶也慢慢品 然后作品也慢慢慢慢品 然后舞慢慢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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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评审的票数也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两组的票数是 52比49 到底是核心武器扳回一程 还是一波王炸连胜呢 那已经是希望啊 叫到我们 叫到我们 但是 当两个好的作品相遇的时候 就看那一瞬间 观众更认可谁的了 他们说如果我们再说的话 就四个人 太可怕了 让我们恭喜 核心武器 核心武器 哇我的天哪 我们成功了 核心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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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扳回一程 能够留下一些更好的更新的作品 在这个舞台上 从另外一个视角 让大家来感受我们 所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概念 其实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看到那个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这边赢了 我看你马上融入了身后 就是感觉心跳一样 就是真的 就是要窒息的那种感觉 一波王大的战队也 蛮出色的 边排各方面 所以也确实是 捏了一把冷汗 那也松口气吧 松了松了松了好几口气 你灭脚窝 你灭脚窝